和网恋对象奔现 结果那个人居然是我哥 我躲在门后 看着坐在约定地点 手捧鲜花的我哥 瞬间感觉天崩地裂 趁他还没发现我 我掏出手机 颤颤巍巍发给他一行字 咱俩不合适 分手吧 陪家大少爷也没想到 第一次谈爱就被甩了 他很崩溃 一连好几天都在家里哭得死去火来 我实在看不下去 对着他大吼 不就是分手了吗 你能不能振作一点 争执中 他却误触到和网恋对象的语音通话 下一秒 我兜里的手机铃声震耳欲聋 我哥缓缓抬头 我一脸省略号 沉默是今晚的康乔 千千提醒您 正文开始了 我用微信小号谈了个对象 对方微柔多金身材好 妥妥的纯情小狼狗 除了还没看过脸 他其余的一切都在我的审美点上 疯狂蹦迪 我们约定明天奔线 对于见面这件事 我有点紧张 站在衣柜前挑了半个小时的裙子 还没想好穿哪件 叮咚 手机突然响了 是网恋对象发来的消息 胡萝卜先生发来 兔兔宝宝明天就要见面了 我好激动 我的网名叫兔子小姐 所以他给自己取名叫胡萝卜先生 我乐呵呵的拿着手机躺在床上 他又发来了三条 我超级无敌 期待见到你 你期待吗 期待吗 宝宝肯肯定也很想见到我 对不对 隔着屏幕我都能感觉到 他的激动和过躁 我当然期待见面 这是我第一次谈恋爱 而且在网上谈了一年多了 我对他是很有感情的 不过看他这么可爱 我突然有了恶趣味 想故意说反话逗逗他 看他是什么反应 兔子小姐发出 嗯也没有那么期待 这句话发出去后 对面很久没动静 不知道他在干嘛 该不会是生气了吧 我急忙点开输入栏 正准备解释 叮咚 那人突然发了一张照片 是一张没有露脸的腹肌照 照片中 他上半身没有穿衣服 黑色的衬衫被随意搭在沙发一角 露出了光洁白皙的肌肤 身姿挺拔修长 最引人注目的是 那六块线条完美的腹肌 看起来挺有进食的 我盯着屏幕 眼泪不争气的从嘴角流了出来 他悠悠的问 宝宝 那现在呢 期待见我了吗 你小子是个聪明的 我就吃这一套 期待 等见面了看我不亲死你 我正看着照片傻笑 我妈突然打来了电话 他说他煮了夜宵 让我和我哥下楼到饭厅来吃 我有一个一父一母的哥哥 大我三岁 叫裴颜彻 四年前 我妈嫁给了他爸 重组了家庭 我就跟着我妈搬进了裴家 裴父是A城的金融大亨 财富无数 但为人亲和 没架子 他和我妈很相爱 对我也如同对待亲女儿一般 裴颜彻作为裴家继承人 常年待在国外 处理裴家公司的事务 我很少见到他 偶尔的几次见面 我们的相处也是客气有礼 带着淡淡的疏离感 前几天 他突然回国 说是要回来见一个很重要的人 在国内这段时间 他都住在家里 对于裴颜彻回家这件事 裴父和我妈都非常高兴 尤其是我妈 他整天待在厨房里古道美食 各种头喂裴颜彻 让让着他难得回家 一定要让他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我敲响了裴颜彻的房门 礼貌询问 哥 你睡了吗 隔着一道门 房间内传来了清冷的声音 还没 有事吗 妹妹 妈叫我们去吃他煮的夜宵 好的 我一会就来 一阵客气礼貌的对话之后 我正准备离开 突然听见裴颜彻房间里 响起了嘻嘻嘻嘻的声音 他好像在穿衣服 原来他刚才没穿衣服啊 这大冷天的 还敢不穿衣服 身体是真好 裴颜彻到的时候 我已经喝完两碗鸡汤并打个嗝 不得不说 我妈的厨艺那真是相当不错 当我再次把贪婪的手 伸向那盆鸡汤时 我妈眼睛手快 立马拍了下我的手背 沈念 你都吃多少了 你哥还没吃呢 裴颜彻身穿黑色衬衫 身姿气场挺拔 坐在我对面 谦让有礼的开口 妹妹要是喜欢吃 就多吃些 看见他这么懂事 我妈顿时母爱泛滥 酷酷给他碗里一顿装 裴颜彻看着碗里装的 满满当当的肌肉 一时之间不知如何下快 我用眼神疯狂暗示 哥 你要是吃不下 可以加点给我 他没理我 哼 我就知道他刚才的客气 谦让是装的 裴副看着裴颜彻 有些好奇 又有些八卦的开口 颜彻 听说你这次回来 是为了见一个重要的人 听见这句话 裴颜彻突然停住了喝汤的动作 不知道是想到谁 脸颤的见就红了 他回了声 嗯 然后埋头拼命喝汤 企图用汤碗 挡住自己快速红透的脸 却不知道碗根本就挡不住 因为他连脖子都红了 裴颜彻这是 害羞了 我累了天 我被眼前的画面 惊得下巴度咬 掉下来了 虽然这些年 我和裴颜彻相处的时间不多 历练多年 因此会比同龄人 多一分冷静老练 永远都是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 所以 别说害羞了 我以前几乎都没看到过 他有情绪外露的时候 但是 现在 他居然因为这个重要的人 破天荒的脸红了 直觉告诉我 我要有嫂子了 看见裴颜彻这个反应 裴复和我妈相视一笑 心下了然 看来你是有情况了呀 裴颜彻没有接话 只顾埋头喝汤 脸比灯笼还要红 裴复和我妈 他原本还总是担心裴颜彻会孤独中老 虽然他长得好 学历高 妥妥的高领之花 但是有一点 他性格太冷了 从小到大 对于想接近他的女生 他总是一副 巨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 他俩担心裴颜彻这种清冷的性子 会不会不招女孩子喜欢 或者不喜欢女孩子 没想到他竟然自己按戳戳谈了恋爱 看见大家的注意力都在裴颜彻身上 我打起了大鸡腿的主意 恭喜啊 哥 什么时候把嫂子领回家吃顿饭啊 我一边调侃裴颜彻 一边把筷子伸向那锅鸡汤 在不经意间 十分自然地 把那只我垂涎已久的鸡腿 夹进我碗里 我刚咬上一口大鸡腿 我妈 吃吃吃 你就知道吃 能不能跟你哥学学 什么时候给我带个女婿回来 我没接话 嘴里嚼嚼嚼 心里嘟囔 你怎么知道我没谈 只是现在还没奔线 关系还没稳定下来 我不说而已 哼 等见了面 我就把他带到家里来 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 今天是和网恋对象奔线的日子 我坐在车里 看了一张手捧樱桃花树的照片 发给他 我快到了 你看 我还带了你最喜欢吃的樱桃 照片没有露脸 因为我和他约定过 奔线之前不露脸 这样见面的时候 才有惊喜的感觉 出镜的 只有一脚粉色的裙摆 和漂亮诱人的樱桃花树 消息刚发出去 对方秒回 宝宝好美 这是仙女下凡了吧 我最爱吃樱桃了 谢谢宝宝 我亲亲亲亲亲 我已经到了 等你 见面地点是他定的 锦江国际酒楼 A城最顶级豪华的酒楼 一餐便是六位数 许多豪门宴会的首选地点 我按照指引上到了六楼 这层楼已经被他包场了 宽敞明亮的落地窗前 一个男人正静静地坐在沙发上 他一身米白色西服 身材高挑 贵不可言 阳光透过窗户倾向下 给他镶嵌上一层温暖的光韵 干净修长的背影 看得让人有些恍惚 只看背影 我都能感觉得到 他是个大帅哥 我手捧花束 站在门后 心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 深吸一口气 我正准备走向他 恰好看见他转身 猝不及防露出一张帅脸 一张 和裴延彻一模一样的脸 我如同见鬼一般 急忙把脑袋缩回到门后边 我来个天 网恋到我哥了 这么狗血魔幻的吗 我怎么也想不到 手机里那个恋爱 脑音怪和高冷成本的裴延彻 居然是同一个人 突然想起 之前他说 这次回国 就是为了见一个重要的人 当时我还在心里想 要有嫂子了 现在看来 嫂子竟是我自己 脑子一下子当机了 就在这时 兜里的手机突然一震 收到了他刚刚发来的消息 宝宝 是你到了吗 我刚才好像听见门口有声音 我看着手机里的消息 心里五味杂陈 犹豫了一会 我心惊胆战 颤颤巍巍地打出一行字 我们不合适 分手吧 消息刚发出去 原本还坐在沙发上 瞧手已盼的裴延彻 一下子站起身来 他满脸震惊地 盯着手机里 拖出起来的分手短信 仿佛不敢相信自己 看到了什么 愣着许久之后 他紧张地敲击着屏幕 给我发来了无数条消息 你在开玩笑吗 宝宝 我觉得这个玩笑 一点也不好笑 以后别说这种话了 好不好 宝宝 你回我呀 怎么不说话 我脑子一片空白 现在的状况太抓满了 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见我没有回复消息 裴延彻激进崩溃 打字的手都在颤抖 你真的要分手 我不管 反正我不同意分手 你现在在哪里 我看着聊天框 不断弹出的消息 不知所措 我决定还是先离开这里 万一被裴延彻看到 我就不好解释了 我捏手捏脚地转身 正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 兜里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吓得我浑身一击零 是裴延彻打来的 他看我半天不回消息 急了 直接一个语音通话打过来 安静的大厅里 我的手机铃声显得格外清晰 一下子暴露了我的位置 我急得要命 赶紧挂掉电话 戴上帽子 把腿就跑 裴延彻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立马大步向我这边跑来 兔子小姐 是你吗 我抄 你喊我网名干嘛 在现实生活中 被人喊网名 真的很射死好吗 长长的走廊里 我戴着帽子 捂着脸在前面跑 他迈着大长腿在后面坠 我的内心十分崩溃 哥呀 求你别追了 我都不敢想 你要是追上我 知道你天天喊的那个宝宝就是我 咱俩被尴尬成什么样 我严重怀疑 裴延彻练过飞毛腿 不然为什么他一步能抵我五步 眼看他就要追上来 就新出现了 一个扶着手推车的服务员 突然出现在拐角处 挡住了裴延彻的去路 服务员出现得很突然 裴延彻看见他的时候 一下子没杀住脚 控制不住的和手推车撞在一起 哐啦 一瞬间 手推车里那些昂贵的甜点 和裴延彻一起撞落在地 甜点上的奶油碎成一团 撞在地毯上 还有一些粘在了他的西装上 向来金贵冷静的裴延彻 此刻竟显得有些狼狈 可他顾不得那么多 立马爬起身来 想要继续往前追 却被服务员紧紧拽住不放 撞了东西就想跑 赔钱 趁着他被困住 我脚底抹油溜进了电梯里 电梯内 我直接摊坐在地上 体育课考800米的时候 我都没这么拼命过 哎 网链男友怎么会是裴延彻呢 那个人是谁都行 怎么偏偏是他呢 我心心念念 期待了这么久的奔线 居然变成了大型尴尬现场 果真是应了那句话 网链一时爽 奔线火葬场 出酒店的时候 我想着拿着那么大一把 樱桃花树太重了 不方便跑路 而且也不能带回家 干脆就把它丢在了酒店赖的厂椅上 到家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裴延彻还没有回来 估计他还在外面找我 手机一直响得不停 消息99家 全是裴延彻发过来的 宝宝你为什么要跑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突然提分手 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吗 我可以改 你说句话呀 反正我不同意分手 打死也不分 你现在在哪 你还好吗 我思来想去 还是决定 不能让裴延彻知道分手的真相 毕竟是同住一个屋檐下的鸡兄妹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关系 要是把这事戳破了 估计以后两个人见面都尴尬 手机还在不停地谈出消息 到底为什么要分手 你说句话呀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他的焦急 我深吸一口气 冷冷地敲击着手机屏幕 下边一个理由 因为我脸控 你的脸不是我喜欢的长相类型 屁 他那张脸帅的人神共愤 完全符合我的审美 如果他不是裴延彻 见面的那一秒 我能直接按着他脸亲上去 对方秒回 宝宝你终于回复我了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脸 我可以改变 我诧异脸怎么改变 他立马回复 我可以去整容 变成你喜欢的样子 我被惊的手机都要抓不住了 裴延彻你没事吧 就你这恋爱脑 丧尸吃了都得吐出来 我发出不准整容 他发来 那怎么办 我很心敲字 我不喜欢你 说了分手就是分手 不准再发消息给我 再多说一句话 我就拉黑 他不再发消息了 手机安静了下来 回到卧室 我来到桌子前 彭琴那只在我桌面上 摆放很久的陶瓷兔子 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这是一只粉色的小兔子 紧紧抱着一根大大的胡萝卜 不撒手 很护实的样子 是裴延彻亲手做的 在我和他相恋一个月时 他寄给我的 那时候他对我说 宝宝你就是这只小兔子 而我是你的菜 这情话构图 我喜欢 从我收到他的那天起 他就一直被我真儿中之地 摆在房间的桌子上 只是今天以后 我叹了口气 舍不得扔 最后把他藏进了柜子里 分手后的裴延彻 气压逼得吓人 白天在公司拼了命的工作 晚上在酒吧发了疯的喝酒 试图通过工作和酒精麻痹自己 状态一天比一天差 我妈和裴父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原本裴延彻谈爱了 他俩还为此开心 觉得这小子终于开窍了 却没料到 他的恋爱之路会这么拨折心泪 好不容易谈个恋爱 结果快把半条命都谈没了 他们两个人轮番上阵 苦口婆心劝解裴延彻 口水都快说干了 他还是一副茶饭不思的模样 我妈念念叨叨 那个姑娘也真是的 没见面的时候 还跟你哥谈的好好的 零料要见面了 又随便找个理由把人甩了 真是反复无常 用你们年轻人的话来说 这是不是就叫 叫渣女 我一脸省略 实不相瞒 那个渣女就在你面前 我妈说 我俩劝不动她 念念 你上 去劝劝你哥 啊 我 我妈 我指的指自己 是啊 你们年轻人之间好沟通些 你去劝劝她 陪复跟着附和 来到裴延彻的房间门前 我透过扮演的门缝 看到她正坐在窗前 她肩膀轻轻颤抖 时不时传来哽咽的声音 光看背影 就能感受到 她铺天盖地的悲伤 她哭得太专注了 正是那树我原本打算送给她 最后却丢在酒店门口 尝一上的樱桃花树 那家酒店靠海 时常会有飞鸟来岸边觅食 我当时想 既然这树樱桃带回家不方便 争了又可惜 那就干脆放在这里喂鸟吧 没想到被裴延彻拿回来了 有几颗樱桃 已经有被咬过的痕迹 好吃吗 我突然开口 她猛地一颤 默然抬头 显然是才发现我的存在 你什么时候来的 接着迅速抬手擦干了眼角的泪水 试图演示成 往常那般清冷淡漠的模样 刚刚 我找了把椅子 坐在她旁边 我的目光落在 那树鲜红透亮的樱桃上 再次开口 这个 甜吗 虽然我还没有尝过 但应该是甜的吧 毕竟我给那棵树浇了那么多次水 吃了那么久的费 那时候 和裴延彻网恋 她说 她喜欢吃樱桃 我就在附近郊区的果园里 认领了一棵樱桃树 想让她吃上我亲手种出来的樱桃 登线之前 刚好成熟了一批 我就把果子装成花树带给她 我还没尝过呢 也不知道我这个新手果农种出来的水果 味道怎么样 裴延彻看我一直在盯着这树樱桃 她有些不解 又把怀里的东西抱得紧了些 我还没吃过 不过 应该甜吧 她说 拿回来好几天了 她还没吃过 这不是你吃的吗 我指着那几颗被咬过的樱桃 她低头看了那几颗果子 表情明显不悦 嗓音里藏了些醋意 那是鸟吃的 不是吧大哥 连鸟的醋都吃 那你怎么不吃 再不吃就放坏了 舍不得 她神情落寞 这是她留给我最后的东西 吃一颗就少一颗 什么叫最后的东西 听起来怪怪的 但是从被分手的裴延彻口中说出来 又好像有一丝合理 看着鲜红的果子 我不禁吞了吞口水 试探的开口 那个 我能尝一个吗 不能 这人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 把花树紧紧抱在怀里 忽实得很 我自己都舍不得吃 好好好 合着我辛辛苦苦种了这么久的果子 到头来 我没吃着 你也舍不得吃 就鸟吃了 我低头瞥了一眼 地上摆了七八瓶酒 有好几瓶已经被喝空 裴延车的手机放在桌面上 屏幕亮着 手机界面是她和兔子小姐的聊天记录 这些天 她总是重复地翻看两个人过去的聊天记录 一遍又一遍把自己困在回忆里不肯出去 作俭自负 画地为牢 和我一样 她拿起酒� 这段时间你都喝多少酒了 别喝了 也别再看这些东西了 我前注她拿酒杯的手 有些激动 分不清是在劝她 还是在劝自己 不就分个手吗 能不能振作一点 能不能放过自己 裴延车身上沾了些酒气 一双桃花眼雾萌萌的泛着水气 她盯着我 对我的举动有些不解 她知道我是来劝她的 但没有料到我会这么激动 毕竟作为继兄妹 我和她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客气有礼的 甚至谈得上淡漠疏理 我实在犯不着为了她的事 这么情绪激动 我的手还在紧紧抓着她的手腕 她低头看了一眼 表情不悦 随后一用力 把我的手甩开 放开 与此同时 杯中的酒也被她尽数甩出 酒水恰好滴落在她亮着的手机屏幕上 自动悟出了兔子小姐的语音通话 看到手机屏幕 裴延车急得要命 手忙脚乱的要去挂电话 因为兔子小姐曾经和她说过 不准再给她发一条消息 否则就拉黑她 所以自分手以来 她即使想她想到疯 也不敢发一条消息过去 没想到 现在居然被酒水误出了语音通话 裴延车很急 我更急 因为我的微信 现在正在登陆兔子小姐这个小号 而且手机没开静音 果不其然 下一秒 我兜里的手机铃声如约响起 安静的房间内 手机铃声震耳欲聋 裴延车突然停住 要去挂电话的手 缓缓抬头 看着我 她那边刚刚拨通电话 我这边手机就响了 这很难不让人怀疑 我急得要命 脑子高速运转 归 闺蜜打来的 我撒个谎 手指按戳戳点了拒绝通话 却假装接起了电话 用尽毕生演技 一个人演了起来 喂 瑶瑶找我干嘛 啊 分手了 你男朋友怎么这样啊 我早跟你说了她有问题 你还不信 现在知道了吧 你别哭别哭 我马上就陪你 闺蜜曾经大半夜打电话 跟我吐槽她的前男友 现在这些成了我的表演素材 在裴延车怀疑的目光下 我一边装无作样的通电话 一边快步走出她房间 刚出门口 我缓了一口气 真是人生不易 全靠演技 下一秒 手机冷不定又响了 又是谁啊 我低头一看 这回真是闺蜜电话 沈念 你是不是说我坏话了 一接电话 冤种闺蜜就大喊大叫 你怎么知道的 我刚才打了个喷嚏 果然是你 你要是没别的事 我就先挂电话了 刚从裴延车房间出来 我正心烦意乱 正当我要挂电话时 闺蜜突然出声 还有一件事 陆周回来了 他在找你 陆周是我的前crush 四年前 我妈和陪父重组了家庭 我跟着搬进了陪家 陆家和陪家事事交 两家关系很好 经常聚餐 陆周是陆家长子 帅气如雅 见面多了 我就渐渐对他萌发好感 我的喜欢表现得很明显 他发现了之后 并没有拒绝我 对我送的礼物也是照单全受 让我误以为他也喜欢我 直到我看见 他神色淡淡的同旁人 结束我和他的关系 他呀 没兴趣 就是普通朋友而已 我才明白 他不是喜欢我 只是享受被人追的感觉罢了 我对他的这份喜欢 在萌芽期就被掐灭了 后来 我主动断了和他的联系 他并不在意 觉得我不出几天 又会上赶着当田狗 事实证明 他想多了 再后来 他出国留学 我们就彻底没了联系 他前几天回来了 向我打听你的消息 问你过得怎么样 闺蜜说 哦 那你怎么说 我说你过得很好 在网上谈了个 比他帅一百倍的男朋友 他傻乱了好一会 然后把电话挂了 哈哈 哈哈 他在电话里头狂笑 闺蜜只知道我网恋了 所以把我的网恋对象 搬出来弃陆周 却不知道 我的网恋对象是裴言彻 更不知道我和他已经分手了 叮咚 门铃突然响起 门外有人来访 我挂断电话 跑下楼开门 刚打开门 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清俊的脸 面前人居高临下地站着 穿着一件白衬衫 宽肩窄腰 唇边琴着一丝淡淡的笑意 好久不见 沈念 是陆周 真是说曹操 曹操就到 客厅里 陆周坐在沙发上 接过我妈弟的茶 笑得儒雅得体 我前段时间刚刚回国 特地来拜访叔叔阿姨 我妈和陪父 并不知道我和陆周之前的事情 在他们心中 陆周就是温润有礼 博学多才的别人家的孩子 怎么看怎么喜欢 他们在热情寒暄 而我并不想加入 我找了个借口 正准备溜走 却被一双小肉手拽住一脚 念念姐姐 陪我玩 是陆周年仅六岁的弟弟 陆可可 陆可可总是喜欢 跟在他哥屁股后面跑 这次陆周来我家 他也非要跟着过来 你要玩什么 我问他 有积木吗 我喜欢搭积木 小家伙眼睛亮亮的 没有 那有游戏机吗 嗯 也没有 我如实回答 啊 怎么什么好玩的也没有啊 算了 我还是和狗玩吧 他张开双手 跑向我家的小白 想要撸狗 汪汪汪 小白大叫三声 把他吓回来了 五六岁的小孩 狗都闲 我突然想起 我房间里还珍藏了一套漫画书 正好适合他看 于是把小屁孩 滴溜到了我的房间 拉开柜子 里面整齐摆放了一套 儿童漫画书 我拿了一本出来递给他 这是什么 好漂亮 他的柱 毅力却落在柜子角落里的 一个东西上 那是裴延彻送给我的陶瓷兔子 自从奔线以后 我就一直把它藏在柜子里 担心被裴延彻看见 我没有回答小孩的问题 而是关上了柜子 你就在这好好看书 不准乱动我的东西 知道了吗 嗯 小孩故作乖巧地点点头 眼睛忍不住的往柜子那边看 沈念 一个温润的声音传来 一回头 发现陆周已在房间门框上 不知道看了多久 我能和你聊会儿吗 空旷的露台上 我和陆周相对而坐 听说你在网上找了个对象 他开门见山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语气冷淡 陆周一副苦口婆心的样子 网恋有很多风险的 你连那个人的面都没见过 怎么知道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小心不要被他骗了 他劝我 说不定他长得很丑呢 不好意思 他超帅 说不定他是个穷光蛋呢 他富的能买你的命好吗 与其在网络上找对象 不如看看现实生活中的人 也许你能找到更好的人呢 他用手指了指自己 其实在国外的每一天 我都很想你 以前是我不成熟 不懂得珍惜你 如果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 不愿意 我直接打断他 陆周 过去的事情 我早就放下了 我不喜欢你 拜托别再打扰我 说完 我起身离开 刚刚绕过一个拐角 就冷不定撞上一堵肉墙 一抬头 对上了裴延彻 那双深邃的眼睛 你网恋了 裴延彻微低着头 盯着我 这 这 怎么被他听见了 你怎么偷听人讲话呢 我有点心虚 谁偷听了 他嗓音慵懒 我好好地站在这里看风景 是你们说话声音太大 那些话非要往我耳朵里钻 想听不见也难 裴延彻有一双极为好看的桃花眼 说话时眼尾略微上翘 很是勾人 他微微俯身 语气莫名 你说怎么这要巧呢 我们俩居然同时网恋了 是 是啊 真巧啊 他一顺不移地盯着我 眼神不像从前那般客气疏离 反而有一次探究的意味 他好像 开始怀疑我了 正当我被他这种眼神盯得发毛时 突然传来一道天籁之音 就我于水火 吃饭了 我妈站在不远处 向我们招手 我脚底抹油 溜得飞快 裴延彻看着我离开的背影 微微挑了挑眉 不知道在想什么 刚一进屋 陆周就找上我 神情交集 念念 我弟呢 他不是在我房间看书吗 我问 陆周回到 我刚去找了 他不在哪 晚饭暂停 所有人都在找陆可可 可是大家找了半天 把房子上上下下都翻遍了 还是没找到 这小孩到底跑哪去了 我站在院子里四处张望 着急的直跺脚 突然 狗窝里传来了一阵动静 一个稚嫩的声音 骂骂咧咧 傻狗 这胡萝卜是假的 假的你也吃 我急忙寻生找去 原来陆可可 钻进了狗窝里 正在和小白争夺东西 他俩谁也不服谁 陆可可 紧紧拽着那个东西不放手 小白紧紧咬着那个东西不松口 至于他们 在抢的那个东西是什么 我看清之后 心都要碎了 那是裴延彻送给我的 陶瓷兔子和胡萝卜 陆可可 你个小屁孩 我又气又急 叫他不要乱拿我的东西 他还是拿了 不仅拿了 还要四处晃悠 还晃悠到小白面前 小白最爱吃的就是胡萝卜 我的陶瓷就要碎了 得赶紧把他俩分开 我刚要行动 却有另一只手 比我先一步伸进狗窝 把陆可可和小白滴溜了出来 裴延彻左手一个陆可可 右手一只小白 他神情疑惑 你们到底在抢什么 抢得这么激烈 我站在旁边 慌得一批 裴延彻怎么来了呀 陆可可犹犹豫豫的 把陶瓷兔子和胡萝卜 举到裴延彻面前 抢这个 在看清那个东西之后 裴延彻一正 随后眼神里是藏不住的惊喜 他喜出望外 连忙把陶瓷拿到手上 仔细检查 确认这个东西 就是他曾经送给网恋女友的礼物 然后看向陆可可 着急发问 这个东西是谁给你的 我急得要命 眼神疯狂示意陆可可 不要说 不要说呀 我都不敢想 说出来之后 我和裴延彻能有多尴尬 陆可可望向眼神灵力的裴延彻 背下的心里直发毛 在裴延彻强大的气场面前 小孩不敢撒谎 于是他伸手指向我 我是在念念姐姐的房间里拿的 一瞬间 空气仿佛静止了 裴延彻抬眸望向我 眼中的波澜 一眼万年 餐桌上 裴延彻坐在我左边 陆舟坐在我右边 这真是我有史以来吃过的 最难熬的一顿饭 陆舟给我家里一筷子西兰花 笑意温和 念念 这个好吃 多吃些 我刚想推辞 只听身旁的裴延彻 突然吃笑一声 念念 他看向陆舟 语气不善 你还真是自来熟啊 裴延彻把我碗里的西兰花夹走 又加了一筷子的胡萝卜放进来 他不爱吃西兰花 他爱吃胡萝卜 我一脸省略号 随后 裴延彻的喉咙 发出了震惊我一万年的甜腻嗓音 念念胡萝卜好吃 多吃血 裴延彻你真是够了 餐桌上的所有人 都被裴延彻的操作惊呆了 一脸震惊的看着我和他 我仗红了脸 埋头狂吃 半夜 我躺在床上 我愁愁着下了床 打开房门 裴延彻站在门口 他穿了一身白色睡袍 松松垮垮的竖着腰带 微卷的发丝慵懒垂下 看我开了门 他朝我微微一笑 看来今晚睡不着的 不知我一个人吗 你找我干嘛 我揪着衣角 他目光灼热 微微俯身 我找了这么久的人 没想到就在我身边 我真傻 居然到现在才发现 这段时间发生了这么多事 难道你就没什么话想对我说吗 兔子小姐 寂静的夜晚 他清冷的嗓音 回荡在房子里 显得分外清晰 我担心会吵醒我妈和陪父 于是一把将他拉进我房间 刚一关上门 对不起 我直接道歉 之前我躲着你 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份感情 他语气轻柔 不用说对不起 我从来没有怪过你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你放心 所有你担心的事情 我都会解决 我们晚辈之间的关系 不会影响到长辈们的关系 你唯一要做的就是 接受我的爱 好吗 我抬起头 对上了他认真而专注的眼睛 一瞬间 心中充满了勇气 回道 好 听见我的回答 他笑得比太阳还要灿烂 皎洁月光下 两个身影紧紧相拥 他温热的气息洒在我的耳畔 我又听见了那句虽然吐得掉渣 但是我很喜欢的情话 你是兔子 而我是你的菜 全文完